好,卡路颱風逐漸逼近台灣 那記得現在所在的位置是桃園 桃園目前是正常上班上課的 可以看到目前風勢是逐漸變得越來越強勁了 但是因為上班上課的關係 所以其實目前商場都是有正常營業的 可以看到蠻多的人潮都在逛街 還有帶著全家大小一起來採購 那其實在稍晚一直到明天的清晨 風勢也會漸漸的變強勁 大家出門一定要特別注意安全 越北京宜蘭今年停班停客 有不少百貨公司因颱風來襲 陸續宣布暫停營業 而桃園的大型商場也緊急做好了防台措施 包括許多遊客會打卡拍照的裝置藝術 也都用塑膠帶綑綁起來做固定 而轉到一天颱風叫了北部民眾 等不及颱風離去 紛紛往桃園移動來逛街 讓商場才剛營業就有爆滿人潮 因為我知道雙北目前現在是停班停客的狀態 然後也很多百貨公司沒有營業 所以有發現雙北的人潮 有在比我們暑假平日的人潮 再來得多一些些這樣子 今天颱風的狀況就是有蠻多班機是停飛的 那我們也有發現就是園區 因為我們接近機場 那園區拖行李箱的旅客 有少一些些這樣 那一切都來得很突然 然後我們也是昨天10點 人資那邊才確定說大家 就是還是住桃園的要來上班上課 同為大台北生活圈的桃園 因為風雨未打停班客的標準 與北北極脫鉤得上班上課 在新北桃園交界的桃園徽山 可謂是本日的悲情地區 距離新北不遠卻是兩樣情 讓期待落空的網友灌爆市長張善政的臉書 來聽聽桃園民眾的心聲是如何 你是桃園人嗎 我是桃園人 那今天是不是要上班上課 今天上班上課 超不公平啊 張善政不是講說他要跟北北極同步嗎 所以我們大家都期待昨天會 停止上班上課 我覺得應該是差不多了吧 就是大家應該要回去下午停班停課 市長要加油啊 就是要呈現他的諾言 至於路上颱風警報何時解除 中央氣象局說 由於卡努速度緩慢 路徑及颱風半徑大小有不確定性 以目前資料預估 明天今晨有機會解除路徑 大家也要密切留意天氣資訊 注意安全